这三种人犯罪真的可以免死吗 啥 在我国竟然有人犯什么罪 都不会判死刑 是真的吗 是真的 第一种就是不满18周队的未成年人 这里需要明确一下 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块 不是审判的时候 你比如15岁的时候抢劫杀人 34岁的时候才被抓 依然属于未成年人犯罪 不是用死刑 第二种就是审判时怀孕的妇女 包括审前 积压期间 审判期间 判决后的执行期间 整个过程中 如果不小心怀孕了 不论其是否属于违反国家计划 生育政策 也不论其是否是自然流产 或者是经过人工流产 以及流产后 移送起诉或者审判期间的承软 都用视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 不适用死刑 那生完之后能再杀她吗 这个其实也是不能的 而且就两种情况 不光不是用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缓期执行 也是不适用的 另用多是无期 还有第三种 就是审判时 已满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不是能够死刑 但他有个例外 以特别财恩的手段 这人死亡的除外 也是能判死刑的 这里的审判时呢 注意一下 如果这个人呢 抢劫杀人时是56 被审判时是75 也是不能判死刑的 对这样的规定 你们觉得公平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